五月天为便利商店拍摄最新广告 不单单像之前卖饭团那么简单 剧情安排拼图竞赛 只是五个大男生平时嘻嘻哈哈惯了 要静下心来好好组装这立体拼图 对他们也算是一大考验 拼图喔 其实我很少拼 我记得我小时候出过几次模型 失败率呢 百分之百 每个人轮流上场 看谁能最快完成 其他人就负责在一旁捣乱 快一点 高比 加平 嘿嘿嘿嘿嘿 比我想像中的难一点 难得不只要耐心 还要不被其他团员干扰 像怪兽就忍不住跟冠佑玩了起来 对你这样拼 沒錯 但是你合上去就不对了 合上 冠佑闹得很开心 不过接着可能就笑不出来了 一直三分钟 肯定很快就拼完了 讲得很好听 冠佑这么一拼 转眼就超过一小时 不但所有人都睡着了 就连一旁的小狗都睡得很香甜 最后一名匪唐莫属 比赛完后 五岳天也忍不住呛吓 那当然可能会有人 在镜头前面说呢 其实这3D拼图这么简单 五岳天你拼都拼不好 告诉你 对 平平凯 一天是无罪整理报道